最近这几年全球的经济其实都出现了一定的衰退 有的人说是中美贸易的摩擦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摩擦越来越强烈 而且最近这一天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金银铜 价格疯狂的上涨而且出现了避空 大家也可以看到金价的话又在创造历史新高 然后整个的银价还有铜价 可以说整个的期货市场铜的避空行情一直还在持续 然后反观国内的我们的股票啊 或者是我们的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其实前几天跟大家聊过嘛 小作文说可以先10年付利息 剩下以后再付本金 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 可以说成都有一个楼盘都已经20年先付息后付本 但是你要知道能拿出这么多的优惠政策 也就意味着房地产在于普通人的眼里 现在都已经是避开的 就是可以说是完全的雷区 大家不敢去投资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边普通居民不敢去投资 那么怎么办 如何去拉动消费 我们就发行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的话你也可以看到 整体的每一笔几乎就是4到500亿 发行22笔 而且票面的价值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瞧不上2点几 但是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风向 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 我们的利率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利率 都会持续的下降 你像整个的公积金贷款 有的人测算说100万的贷款 如果先付息后付本20年 可能你支付的利息应该是在40多万左右 也就平均意味着你这样前20年 你每年是花了2万多 可是你要知道你买一个房 你现在整个的人工成本有多贵 你整个的一个装修 然后你的物业 你的所有方方面面加起来远超过你租房的成本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 跟大家聊的临界点还没有达到 临界点的话一直会达到一个相对应的平衡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中国股市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昨天的有一个股票天地板坑了很多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AI数据 一直都去仿照美国的这种ChatGBT的 中国的这个月质案面 也就是大家使用的KIMI 现在开始逐渐的也会收取一部分打赏的费用 然后也可以大家去注意关注一下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没必要 然后我们还有跟大家聊的这种玻璃基板 或者一些其他科技 或者我们的卫星 然后其实最近的话 由于这种大宗商品疯狂的上涨 很多人都觉得买黄金 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买黄金的概念 你整个中国即使我们国家去增持黄金 可能也是动用了我们的国家储备美元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连续17 18个月储备黄金 可是我们是为了后续 我们一定的金融操作做准备 而不是说普通人去拿有黄金 黄金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增值 你知道吗 它只能叫做保值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品 它现在是叫投资品 而不是说必然的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你要知道 整个的美国或者欧洲 他们都没有增持黄金 这几十年都没变过 黄金的价格其实是受他们操纵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最近整个的虚拟币市场 虚拟币的话 可以说以BTC为首的 整个已经涨到了7万美元以上 一直都在出现逼空行情 你会发现 还有整个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这种电动汽车 然后关税提高了 可以说把假月亭成全了 你看到法拉第未来 现在是五天内最高涨幅了62倍 真的没有骗你 五天股价涨幅超过62倍 但是现在收盘的价格是1块8 它是从几分钱四分钱左右涨上来的 但是你要知道 法拉第未来最开始上市的时候 它的估值是40多亿 现在只有7000多万 不是说这一次提高关税 根本就不起来 而且它交付的是一辆车 招回是一辆车 很多的猫腻你根本是说不准的 但是呢 它就说 我在法国的法律下 我在美国的法律下 我没有签债 这种情况你就是很无语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无论是从我们的房地产 还是从我们的股市 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的地方财政收入1到4月份 我们的收入是下降2.7%的 房地产可能说它的贡献下幅 超过了这个2.7% 我们是从其他地方去增补的 但是你要知道个人所得税 或者其他方面 企业 现在的话 这种大宗商品都在疯狂的涨价 我们中国以14亿人口 可以说全球的这种生产线GDP 我们只占了百分之十几 但是我们的供应量 我们整个的产能是30% 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 一直都是出口型国家 当整个的欧洲经济疲软的时候 现在全球 为什么美国一直它不降息 然后呢 去选择提高美元 或者是整个的美元指数啊 或者是它的这种黄金啊 或者其他大宗商品 因为它还是全球 唯一一个经济有潜力 或者是向好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夸张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灯塔国一直都在制造一个假想敌 并且呢 希望通过假想敌 可以造成他们内部的团结 但是这种情况下 他们现在内部的稳定因素 开始越来越弱 然后有的人说这种 所谓的中东会让黄金啊 会让石油价格疯狂的上涨 但是你也会发现 整体其实它是可控的 尤其是大毛二毛的事件 整体其实黄金曾经冲破过2000 也就是说全球对于整个的未来的局势 做了一定的风险预测 那么现在这一定的风险预测 黄金不一定可以维持在这个高位 然后对于整个我们的这种国内来说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最可怕的事情一直都跟大家强调 就是工厂一直在压缩成本 压缩成本压缩的是哪里 一直都压缩普通打工人的成本 那么普通打工人没办法去花销 没办法去提高消费能力的时候 经济这种循环就出现了一定的 缓制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最难受的 然后陆续也去跟大家 马上整个的要解封 整个的那个model的账号 跟大家确实一个多月 没怎么录视频 然后也跟大家去详细的 把每个事件去逐个的去解剖看一下 然后争取跟大家去分享一些 有价值的一个信息 对象是没办法去的 感谢观看